要健康聚萊豬 桃源市跨党派的民意代表 李章宇基層相亲近百人 聚集在市议会大厅联合抗议 因为24号立法院即将审议 明年美国萊豬进口相关条例 大家一起怒吼 要健康聚萊豬 呼吁政府听见他们的心声与需求 自己也有小孩子 然后也是当阿嬷的 那现在 那小孩子的健康 就等于我们大人的健康 所以我一直很反对萊豬的进口 但是我们的小孩子 万人如果说吃吃的 如果说十几分钟就开始 全身发抖还是什么 你看这样我们的社医代表怎么样 所以说这萊豬绝对不能进口 小英总统拜托你 绝对不要进口 武党级市议员劉雪庭指出 美国新政府上任 也表明近期没有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 现在开放萊豬对台湾的外交经济 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呼吁政府三思 我想这件事情是不分党派的 无党级 没有党派 当然也是站在在党的立场 所以必须要来这个声援 我想这个蔡英文政府 选前三只小猪要你的钱 选后美国萊豬要你的命 我想这是很多乡亲朋友 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背叛行为 希望民进党能够悬崖热马 不要再做这种错误的决定 桃园市议员舒翠玲表示 莱克多巴胺的残留 对人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危害 还没有相关实证 但20年前的塑化剂 也是这样的状况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民当成白老鼠 我们回想20年前 当年塑化剂也是强调 说它可以随着身体而代谢出来 它只会有微量残留 可是20年后我们发现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微量残留 塑化剂造成我们很多的癌症病变 造成很多的生殖器官的病变 这是已经经过医学科学各方面验证出来的 所以今天蔡英文政府还要拿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当作实验吗 大家对食安健康都很关心 因此誓死捍卫国人健康 拒绝莱猪进口 呼吁总统及中央政府悬崖勒马 以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为念 做出对台湾人健康最有利的决策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道 我来点赞订阅 然后我来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